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样的状况在我实力一些城中村尤为突出 甚至已经影响到周边居民的生活 我们来看 走进前普社 社区小路旁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共享单车 这其中不少都是问题单车 有的没有座椅 有的轮胎不见了 而且很多单车上已经是布满了灰尘 显然很长时间都没有移动过 越往社区里走 景象越是惊人 在不少路段 共享单车像迭罗汉一样被层层堆叠 有的甚至已经堆到了两米高 其中有许多都是无法骑行的问题单车 由于大量单车的堆积 本就狭窄的道路变得更难通行 记者发现 在社区里几乎每一处堆放垃圾的场所边 都有成堆的共享单车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小黄车 附近的居民说 这样的情况三个月前就开始出现了 刚开始并不多 但由于长时间都无人回收管理 问题单车越来越多 停放后没人骑 日积越累 甚至连道路都被堵住了 为了不影响通行 附近的居民就把单车一辆辆往上堆 才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这么长时间以来 共享单车运营方都没有来处理过一次 现在这些共享单车让社区居民十分头疼 在这边荡害了 大家伙都给它靠边 就变成这样了 第一点主外交通 大家伙你看很多来回过的车 对啊 非常荡汗 第二点呢 对于小孩也非常危险 因为现在这种小房车都是小孩在骑 好久了啦 反正从那个有这个小房车就这样 这一条路很多那个小车从这边经过不好过啊 过不去了啊 对啊 过不了啊 人家停在这边给它搞上去 又滑下来啊 不行啊 这个赶快清掉 肯定要收皱啊 不收皱怎么行啊 一只堆 一只堆 越堆又大堆不行啊 就这么垃圾堆里面 起码说有三个月的 三个月啊 对啊 没人管 谁管 比垃圾还要垃圾呢 你上那边扯住 那边也是堆了一大堆一大堆的 据了解 目前我是共享单车企业 一共有五家 单车总量约25.86万辆 其中约80%的共享单车 集中在岛内 而在单车大量投放的同时 运维力量却捉筋见肘 不少市民吐槽 现在小黄车连GPS都没有 车在哪里都不知道 更别提维修和回收了 目前一些共享单车企业的做法 是找修车师傅 扫马路士排查损坏的车辆 而这种模式 根本无法覆盖到 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问题车辆 对此 记者已经将这一情况 向欧富共享单车的客服 进行了反应 不过究竟何时能够清理 客服人员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共享单车坏掉了 没人回收吗 我们有人回收 不过有些是工作人员 没有找到他们 工作人员会过去 这个多久他们会不去啊 现在我加急反应一下不退票 记者公家杨仁杰报道 从4月23号 也就是本周日开始 五元大桥将实施全天封闭 进行维护保养 届时进出岛各留一个车道通行 工期持续一个月 详细了解 根据市公路局桥梁养护工程师介绍 此次主要是针对五元大桥的伸缩缝进行维护保养 作为桥梁的一个重要结构 它跟机械设备一样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不断的维护 那经过十年的使用 它伸缩缝里面的很多配件 已经达到了使用寿命的极限了 那在今年的二月份 我们甚至还出现了 其中一道伸缩缝的中阳钢断裂的情况 那当时我们是采取了紧急措施 对它进行维护和加固 据了解 五元大桥共有12道伸缩缝 为了保证桥梁的结构和运营安全 将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公路部门决定将剩下的11道伸缩缝的维护保养 纳入到此次环岛路的提升改造工程中 并对其进行全面的维护保养 更换部分配件 如伸缩缝中横梁 位移弹簧 橡胶纸水袋等等 维修将从本周日开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 双向六车道的大桥将两侧各封闭两个车道 以保障施工进行 公路部门也提醒过网司机朋友 赛大桥维护保养期间尽量绕行 如果要途经施工路段时 也请大家根据提示减速慢行 本台记者与通讯员张薇报道 好 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的相关报道 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是一座城市 文化气质和内涵的重要组成部分 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的设立 给我市的文化软实力建设加分不少 而故宫为何把这个项目落户在古浪宇 我是有将如何利用难得的机遇和资源 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呢 详细看一看 早在2014年11月 厦门市政府与故宫博物院就签订了 建设运营古浪宇外国文物馆 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选定位于古浪宇北侧 领海的旧式医院就职 共建故宫古浪宇外国文物馆 时至今日 旧式医院始建于1898年的门诊楼 住院部等主体结构的修缮改造 已经基本完成 随着故宫外国文物的陆续进驻展出 这个有着百年历史 曾经见证了19世纪末 20世纪初西方医疗机构 在下创办发展历史的建筑 也再次称为中西文化碰撞的焦点 旧式医院它本身有很深的文化内涵 它也是古浪与中外文化交流 特别是医疗交流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故宫的收藏的这些真品 能够在古浪宇上落地 也是非常符合它的这种文化特点 文化气质 作为筹建古浪宇外国文物馆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 李云丽认为 气质相宜 是故宫选在古浪宇设立 外国文物馆的重要因素 作为公共地界和历史国际社区的古浪宇 是中国大陆较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 典型地域 而故宫收藏的大部分外国文物 同样也是明清两代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见证 李云丽表示 社馆办展览 只是与故宫博物院开展合作的第一步 接下来还将借鉴故宫博物院的成功经验 在博物馆建设 人才培养 文创开发 数字化展示与体验 以及科学研究 教育推广等方面 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进一步提升古浪与文化内涵 增进厦门文化品质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把视线转向微型消防站 目前全市已经建成 2300多个微型消防站 这些微型消防站 遍布在全市的各个角落 对初期火灾的扑灭 防止火势扩大有重要的作用 近日 我室友有近千名志愿者 宣示加入到微型消防站 在湖里万达商业广场 仅千名志愿者庄严宣示 志愿加入微型消防站 成为一名微型消防站队员 这一千余名志愿者中 有快递员 大学生 南普陀四的义工等 在宣示成为 微型消防站的队员之后 消防部门将组织他们 进行相应的消防培训 帮助他们成为一名 合格的微型消防站队员 那有一些小伙子 知道怎么组织 一般会知道 我们如果说旁边看到 或是说看到什么样的火灾 我们用什么方法组织 都有经过培训 都有经过培训 所以我们说明 在厦门有多少快递员 我们厦门现在大概有1800人 1800人 这些1800人 接下来都会接受相关的培训吗 我们会分批次的 分段次的这样培训 就是通过现在小学的 各种技能去学习 去处理这种 通到各种突发事件 据介绍 目前我是424个社区 1907个重点单位 建立了2300多个微型消防站 这些微型消防站 配备有一定的消防器材 是离群众最近的消防队 平时微型消防站 可以对周边群众 进行防火宣传 帮助发现身边的火灾隐患 遇到突发火灾时 这支队伍可以发挥 其区位优势 成为扑灭初期火灾的 重要力量 记者孔祥鹏 叶宜亨报道 赌博窝点 藏身在茶叶店当中 吴正网吧 藏身于出租楼里面 卑微把这些 容易自身犯罪的场所 伪装起来 就可以逃避警方的打击 昨天晚上 或是夏季治安整治行动 全面展开 这些涉嫌 违法犯罪的活动场所 被警方捣毁 这处麻将赌博窝点 藏匿在店前村的一处出租房内 狭小的房间里 只摆放了一张麻将桌 临警冲击窝点后 当场控制了四名 涉嫌赌博的嫌疑人 并缴获了部分赌资 在康乐陆的一家 沿街店面里 也藏匿着一处赌博窝点 这家店面一楼卖茶叶 二楼阁楼里 却是一个小赌点 民警介绍说 来这些小赌点赌博的 基本都是租住在附近的 打工一族 这些人收入不高 但打麻将经常 一晚上就输掉好几百元 而且涉赌人员之间 还经常因为赌博 引发争吵或肢体冲突 现在这些小赌点 包括一些赌场 全部都以财在阁楼 或者是说出租房的 后面的阁房 比较隐蔽 对我们打击造成比较大的难度 所以我们通过基础摸牌的话 我们深入到陆户完以后 那这些线索也都被我们掌握了 在黄厕茂后自然村里 警方冲击了一家 开在居民楼里的吴正网吧 据了解这家吴正网吧 前段时间刚被查处过 近段时间换了个地点 又开始重新营业 在昨晚的整治行动中 警方还查封了几家 没有设置消防通道的行业场所 在入户访查中 民警重点检查了一些 城洞的出租房 这些出租房原本是一些 无证经营的小旅馆 经过整治引导 目前正转行为常租房 民警叮嘱房东要配合 每位入住的租户 办理好居住证 据了解从即日起到7月31号 我市警方将在全市范围内 开展夏季治安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 进一步扫清社会治安隐患 记者谢松斌 王海洋报道 下一节您将看到 隧道内蛇行行驶 异常的行为引起了交警的注意 女司机涉嫌最佳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看新闻 近期有市民反映 江头市场周边 战道问题好像没人管 而且越来越严重 今天的声询报 我们来关注 环江头市场周边 既有批林主干道 台湾街的区域 也有处于居民区包围圈中的 区间道路 据市民反映 上午七八点是台湾街 林市场一侧辅到 战道最密集的时间段 走访时已是上午九点多钟 战道摊点基本散去 但店家挤占人行道的现象 却比比皆是 战道摊点遗留的物品 也在台湾街沿线 形成了杂乱的景象 进入到区间道 随处可见乱停放的车辆 靠市场东侧的出入口上 仍聚集了大量战道的摊贩 见缝插针般地排满了通道两侧 见到我们在拍摄 一些市场内的摊主归拢过来 指责不加遏制的摊贩战道现象 令市场内生意萧条 据市场管理人员说 其实市场内的摊位 还有60个空摊 但这些摊贩就是愿意 在外面打游击 既影响进行秩序 也扰乱了市场周边的环境 为此他们多次向城管部门反映 但执法人员担心 站到摊贩四处打游击 影响面更大也就不搭管了 这一两年问题确实是更严重了 市场管理方合法摊主 和周边居民都希望 问题能够引起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积极引导占道小贩 进入市场规范经营 而非是意味迁就 导致问题日趋恶化 记者刘欧华报道 一名网约车驾驶员 因为车辆年减没有通过 多次被查扣 为了躲避交警部门的查处 他竟然在车上安装了 自动翻转牌照的设备 结果还是被交警逮住了 4月18号下午 桥遂交警大队海舱大桥中队 民警正在海舱大桥收费站 对过往车辆开展日常检查 一辆缓缓驶入收费站的 张州牌照轿车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民警核查后发现 驾驶员陈某提供的 行驶正常的车牌号码 与轿车悬挂的车牌号码 并不相符 而且这辆轿车的 年检状态已经过期 在进一步检查后 民警在车辆的副驾驶座下方 发现了一个黑色小盒子 原来驾驶员陈某 通过这个开关控制着 车辆尾部两副车牌的切换 同时民警还在后备箱 发现了另一副 还未使用的机动车车牌 陈某交代自己是一名网约车司机 但因为车辆年减过期 之前被查扣多次 驾驶证也已经被扣了9分 并且车辆还有多条交通违法被处理 无法通过年检 为了能够继续载客 他就在车上加装了这套设备 使得真牌与假牌能够互相切换 民警则令陈某当场拆除相关装置 并收缴了伪造的机动车牌 而陈某也因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的 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1万元 暂扣机动车辆并处15日以下居留的处罚 提醒广大家驶员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个小聪明 说能够在这短暂时间内不被扣车 或者是逃避危连检的这个处罚 去做这个伪造变造机动车牌 记者何鸿林 段志伟报道 本月的18号晚上 一辆轿车在乌村隧道里面蛇行行驶 刮碰到隧道里的路源时还继续往前开 一位下班回家途中的交警发现了这一幕 进而控制了这名驾驶员 经检测 这名驾驶员涉嫌醉酒驾驶 本月18号晚上9点多 下班回家的交警齐鸣驾车行驶在乌村隧道时 突然发现前方一辆轿车蛇行行驶 并且刮碰到隧道里的路源时 但还继续前行 虽然行驶速度不快 但整个行车过程中 这辆车差点还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 发现异常情况后 齐鸣驾车跟随着这辆车 并示意后方车辆注意避让 后方车辆有对我进行一个闪灯的示意 因为我知道后方车辆 它那个可能是觉得说 我把车速降下来会影响到它的通行 然后我就将我的这个证件 我将我的证件对着后方出示 出示完之后 然后我在那个给它示意前方的那个车子 开启了双闪的这个报警灯 所以说后方车辆也很自觉地 把车速给降下来 远离这辆危险的这个车子 当这辆车行驶出成功大道后 在龙福路附近 驾驶员将车辆停了下来 准备下车 见此机会交警齐名 立刻上前询问 但这名女驾驶员却称 车不是自己开的 我一拉开插着车门的时候 一股很浓烈的酒精味就扑鼻而来 那个对话的时候 车上有非常重的酒气 因为根据我们的那个 公安执行执法的一个规范 我必须对现场的证据 进行一个取证 那虽然说我当时 没有配戴直白记录仪 那那个 但是我是马上利用手机 对他进行的一个排车取证 那你现在就是说 成功大道不是你 然后你在这边换的是不是 换完之后 然后你把车开到这边 是不是 那你刚刚 帮你开车的人去哪里 他为什么不帮你 开到小区里面去呢 我也不知道 你给我听话 当辖区交警赶到现场后 对女驾驶员进行呼气酒测 结果显示 女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 高达三百四十毫克 目前这名陈姓女子 因涉嫌醉酒驾驶已被控制 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雄伟方一周报道 我们来看最新的消息 今天下午的四点半左右 有群众报警称 一名男子在四名连板附近 一家珠宝店当中 持刀抢劫手势 接警之后 四名警方快速赶到现场 进行围追堵截 犯罪嫌疑人抓获了 我们赶紧看一看 下午四点半左右 群众报警称 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男子 在连板一家珠宝店内 持刀抢劫手势 并刺伤店主后逃离现场 接到报警后 指挥情报中心立即调集 四名公安分局特警 派出所警力展开围追堵截 同时通知120到场 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十分钟后 四名特警在连板 将犯罪嫌疑人抓获 警察犯罪嫌人 纪某斌今年38岁 同安人 此前他曾到这家珠宝店 购买金项链 之后怀疑分量不足 心生怨恨 下午在与家人发生争吵后 纪某斌饮酒后 持刀到珠宝店滋事 砍伤店主黄某后逃跑 目前犯罪嫌人 纪某斌因涉嫌故意伤害 被警方刑事拘留 本台记得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共同关注 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我市的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优良 除了PM10浓度是良级标准之外 其余都达到优级标准 反而7点 我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28 空气质量为优 刚开始下雨的这几分钟 空气中会弥漫着 类似泥土的清香 这种味道是怎么来的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带您了解 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们 在数百次实验之后 找出了为什么雨水 会产生那种 令人愉悦的香气的原因 他们用高速摄影机 观察水滴 在撞击各种 多孔表面式的现象 发现小气泡先是在 雨水下降撞击的过程中 被困在水滴里 接着上升到表面后 逃到了周围的空气中 在释放的空气里 我们就会发现 这是雨后那种 芳香气息的根源 然而这些雨滴 传播的不仅仅是一种气味 在《自然通信》杂志上 发表的一项新研究中 科学家们表示 当雨滴的下落速度 接近于小雨 并处在类似于 热带地区的温度下时 水滴会释放出一阵薄雾 或大气气溶胶 每个气溶胶都携带着 由土壤而来的几千个细菌 研究人员发现 这些细菌在离开土壤 一个多小时后 仍然处于存活状态 将雨滴看成存放空气的小口袋 雨水看成传送袋 这套传送服务 可以轻松地 让细菌和微生物 空降到我们的身边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 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 到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一般 预计明天 我使得空气质量等级为 优 倒 凉 首要的污染物 为二氧化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